好 那么刚才我们把这个tensorboard 通过这个命令呢 命令行给给它打开了 那么打开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显示的结构 对吧 scalas graphs 这些呢 我们是常用的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结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先呢 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案例了 对吧 在做案例之前呢 我们得把一些基本的东西介绍清楚 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些 图中的一个符号意义呢 你对着去看 对吧 对着去看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 等我们等下在写程序的时候 你再看一下 每一部分代表什么意思 好 那么其中有一个增加变量显示 这个功能非常重要 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观察模型的参数损失值等变化值的变化 这些变量值的变化 那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scalas his grants是不是看一些中心里的变化了 那为什么要看这些变化 你想我们在前面讲这个什么回归的时候 或者说在这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它应该是一个迭代了吧 迭代过程 那么整个迭代过程 如果时间非常长 对吧 迭代一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或者几天的时候 那你又不想去输出一些日志文件 对吧 比如说他打印一些log日志 对吧 打印这个值 你呢就可以通过tensorboard去观察这里面的一些值的情况 是不是更加方便啊 而且还有以图的形式 注意了 它是以图的形式给你显示的 所以更加直观 这样更加好一点 对吧 好看一些 那所以这个tensorboard呢 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但是到这里 我们先不讲这一个变案显示 我们把案例讲完之后 然后看一下 我们的确是想关注这些东西变化 对吧 那我们再来去增加显示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有两节课呢 就做一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呢 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去通过tensorboard 去实现一个限定回归 那首先我们这API都还没介绍 对吧 我们先等一下介绍API 先介绍什么呢 回忆一下我们的限定回归的整个流程 从第一步到第二步 到最后一步是怎么去做的 对吧 那我们先呢 等一下再介绍API 然后限定回归的一个实现 我们通过API实现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做好之后 这个效果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 我们先说了 它从第0步学到的参数这样的 第180步学到参数这样的 对吧 好 那我们来演示一下在这里 我先把这个关掉了 好 那我呢 把这个原来代码的打开 在这里 我来运行一下这个结果 好 我们来看到 这个地方什么现象啊 我们说了全种 这里啊 我们只有一个全种 一个偏执 看一下它的一个实力 一开始我是不是给它一个 主主化参数啊 哎 然后第0步学到了变化一点 变化一点 变化一点 一直往我们的最目标去靠近 目标进 最多呢 它到了一个预测结果 比较好的时候 到了一个比较好的 后面呢 就是因为它都一样了 对吧 那这个过程我们看 在赛品论当中 我们的全种的整个变化过程 能看到吗 看不到 对 在这里 我们可以自己看到这个全种啊 这个偏执啊 怎么去变化了 这是我们的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动画 那天我们也给了一个动画演示了 在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个动画吧 这个动画过程当中是什么意思啊 是我通过先建立一个随机的这样一条直线 吧 当然我这里是对应的是什么 只有一个特征吧 就只有一个特征 不是多个特征的时候 多个特征我们也画不了 那一个特征的时候 然后我们建立一个条直线 是不是就这样去建立建立 然后你减少损失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在更新这里面的参数 这条直线的参数的过程 是不是啊 这是我们在平面当中获取的啊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现象 我们要模拟就是建立一个过程 对吧 让他一直达到一个预测损失 当然这个损失是 如果你的数据都是这样的话 损失是不是没办法达到0吗 你只能达到一个稍微好的效果 损失最小的效果 你没办法达到百分之 没办法达到损失0的效果 好 这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动画演示 那么接着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线性回归 这非常重要 因为线性回归是很多算法的一个基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我们在前天赛学线性回归的时候 我们的线性回归是怎么定义的 他是应该怎么样的 权重与特征的成绩将加的 好吧 比如说W1对吧 W1乘以X1加上W2乘以X2加上W3乘以X3 一直加W 比如说N对吧 乘以X-N 那也就是说你有多少个特征 你一个样本啊 一个样本有多少个特征 是不是就有多少个群众 别说了吧 好 那还有一个偏制 不要忘了 对吧 这个偏制 Bounce 对吧 这个Bounce 好 那这是我们现金回归的模型吗 这已经清楚了 那假设说你现在有几个样本 对吧 你现在有N个样本 假设说你现在有N个样本 然后呢 每个样本有5个特征 1325 5个特征 然后这里呢 再来 比如说5.1 对吧 随机搞一些数啊 好 比如说 这是两个样本 5个特征 那一说我是拿这些数据去训练 那现在如果说啊 我给你一个目标值 就是说这5个样本的一个目标值是什么 现金回归干嘛 是不是预测一个值的 回归是应该预测一个值的吧 每个样本应该有个 比如说它的价格 房子的价格 对吧 20万 对吧 比如说这里呢 是30万 那一说 好 现在给你看到这个数据啊 注意啊 你看到这个数据 你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参数 W1 W5 一直到W 这5个参数吗 你肯定找不到 对吧 那这个现金回归算法是目的什么 是不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参数 使得这个参数与特征组合之后 是不是 它预测的值跟你这个20很相近 它预测的值跟你三次很相近啊 是不是只要去这样去找就行了吧 这是我们现金回归过程 你一定要把这个过程搞懂了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些 所以这样的事情 当然我们先不考虑这种非常复杂 5个特征的情况 对吧 5个特征你就5个权重 一个特征就一个权重 一个偏致吧 对吧 好 我们就考虑简单的情况 比如说啊 我们现在就拿到这样一个数据 当然我们等下实验的时候呢 自己先创建计票 我们也不复制这个 比如说 你广告费用 就是说你这个投出的一个广告费用 与你的销量之间关系 你说你销量多少 对吧 你广告费用要投多少 也说一个是特征值 一个是目标值吧 假如说右边是特征值啊 左边是目标值 说你广告费用 是不是与他之间有点关系吧 那这个关系我们从眼睛这样去观察 是不是看不出来什么 这样的关系吧 哎 那我们现金回归是不是要找到 他要找到几个参数 是不是一个W 一个B吧 是不是要找到一个WB 哎 B正好乘以 W乘以挣他 加上一个值 是不是得他 哎 是不是要找到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 这个东西怎么去找 那我们就要把现金回归的整个流程给讲了 首先我们说这个现金回归呢 我们讲到这几个概念 算法 对吧 然后还是这几个词啊 策略 有话 我们现金回归的算法 那比如说就叫现金回归 现金回归 好 这是我们的现金回归 策略是什么 是不是 你的损失函数 损失函数是你要你计算吧 是不是 你预测的值与目标的值相减的平方的和然后求一个平均之吧哎这就是你的损失均方误差吧 一定要记住啊这些不能忘啊均方误差 均方误差好 那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要自己去计算金方误差那这件API里面都他已经算好了对吧我们不用管了 接着我们的优化说了哎常用的是什么啊就梯度下降哎那么这里面梯度下降是不是有学习率这样的一个参数啊 梯度下降目的是不是优化这个损失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参数再次优化再次优化啊哎这就是梯度下降优化 呃梯度下降的API吧 这个到时候会说他里面有一个什么学习率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 假设说啊 现在我们要做一下这样你模拟一下这个行李回归对吧 假如说现在你第一步应该是要准备好数据吧 出来准备数据 假如我们现在以简单的数据啊 简单的数据 你自己随便穿点对吧 一准备好特征值目标值 一准备好特征值目标值 假如说我们现在做最简单的啊 一一个特征我们一个特征一个目标值 一个特征一个目标值 那现在呢我把这个呢放在下面来 放这里啊 然后呢我画一张图啊这一部分呢拿过来 好我把这里都画掉 干嘛呢 假设说啊 现在你就这个搞几个这样的一个点对吧 是不是在一个特征 我是不是可以在一个坐标里面画出来吧 好 现在你准备数据对吧 假如说我随机出手画一些点特征点啊 假如说这些特征点X 然后呢我让这X呢 比如说等于什么多少 多少对吧随机点0.1啊 对吧 然后这也是0.3啊 对吧 假如说是1.4啊 对吧 还有10点几 106 好 这是我随机啊 随机给一些点对吧 然后呢 我为了观察这个结果到底好不好 就是说他这个优化的结果好不好呢 我现在定义了这些点 我让这些点呢 正好也成个直线啊 这就要正好成一个直线 正好成一个直线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你现在的数据的分布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正好成一个直线的分布啊 当然你的数据不可能是这样对吧 有可能会歪一些 我们先以简单来考虑 那么假如说现在让你准备了数据对吧 我现在就没别的地方准备数据了 我现在就准备自己准备啊 数据的话一百个特征值 准备啊 数据一百个特征值 那每一个样本是不是有一个特征啊 对吧 每个样本注意的是一个特征啊 那也说一百含一粒的这样结果吧 就是一百个样本 一个特征吧 正能理解吧 好 那现在呢 你是不是应该有目标值吧 这个目标值啊 我就自己去算了 怎么算呢 比方说我让好正他正好让他乘一个 比如说就刚才我们看了 让他乘以0.7加0.8 这时候就是我们的目标值 好 我让的这个Y等于什么呢 X等于 Y呢 Y等于X呢 我就让他乘以0.7 加0.8 啊 这个地方总有人这一个比较 混对吧 他说你这个真实值 你怎么就说你这个现实生活的这个数据 你怎么知道是0.7啊 我们这只是假设我们准备的这样数据 对吧 也就是说我看到 我现在不告诉你0.7 0.8 你看到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征 看到一个Y 你是不知道0.7 0.8的 对吧 好 当然 我现在要训练出目的 让他达到0.7 0.8 对吧 好 那么第二个 第二点 第二个我要干什么 现在你数据准备好了 有特征值 有目标值 已经好了 对吧 特征值一列 目标值一列 就跟刚才这样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他们之间就0.7乘以他 等于加0.8点多 0.7乘以他 加0.8点他 对吧 好 那现在我们要干嘛 第二个应该干什么了 第二个应该干嘛 是不是要建立模型了吧 你应该怎么样去建立模型 建立模型 这是数据啊 刚才是数据 你就当没准备过 对吧 你就当就是这一群数据了 那现在就你现在要分析这个数据 是不是要自己建立模型 你怎么建立模型 你要预测一个东西 是不是要建立现金回归的模型 现金回归你应该怎么建立啊 你这里有几个特征 我们刚准备的数据当中 数据当中有几个特征 一个特征 那你建立模型当中 应该要准备多少个 这准备一个权重吗 能理解吗 我要准备一个权重 还有一个偏执 假设说 他现在给你的是五个特征 对吧 这两个数据 那你要建立什么 是五个权重和一个偏执 是不是这样 这里要注意啊 那这个地方 我们在塞根冷冻 是不是这些东西都不用我们自己做了 他是可以根据特征数量 是不是建立13个这样的特征 之前我们预测房价的时候 是不是啊 是13个这样的权重吗 好 那这个地方 我们建立好权重偏执了 那你怎么去预测结果呀 我们说了 预测结果 你应该是怎么开始的 你已经有了权重和偏执了 现在怎么办 看一下 他应该是怎么去开始去预测结果 是不是就这样 在这条直线 是不是预测结果了 但这个东西怎么来了 这东西怎么来了 是不是随机出质化两个仓注就行了 这里面要注意了 我们的群众和偏执 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一个非常好的 不是吧 它是不断的优化迭代的过程中 更新这个仓注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 这个群众假如说叫W 比如说叫B 对吧 好 那我要建立仓注应该怎么建 是不是外干predict 注意了 这个外干predict 是不是就三个论里面 你predict一下的结果 他有9个怎么来 是不是就是因为 他随机出质化了一个W 对吧 X乘你的W 然后加上你的B 是不是就得出你这样的结果了 是不是得出你一次结果 好 这里出质化的 我们这里要随机的出质化 注意了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能搞懂吧 能懂吧 比如说我们在建立模型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建立一些权重和偏执 对吧 你看到数据就看这个 你就看这个就行了 对吧 你现在随机出质五个权重 一个偏执 对吧 在这里我们的数据是什么 一个特征 一个目标 就是一个权重 一个偏执 好 你就看到这些就行了 你不管这个0.7年了 对吧 你是不知道关系的 现在 那我们这里面设计的 是不是一个 这应该是一个矩阵的运算 能理解吧 你的特征值和你的权重相成 是不是一个矩阵运算 好 那要注意了 所以我们这个外观predict 就是预测结果 好 那现在不管 不管 不管这些东西 啊 运算了 不管 第三步应该干什么 你已经预测结果了 那该干什么 是不是要求这个损失是多少吧 能理解吧 我现在应该看 我预测的与真实值之间误差是多少吧 哎 这是我们第三步骤 也说求损失函数 其实就是误差了 那误差我们是用军方误差了 军方误差怎么求的 军方 军方误差 对了 军方误差怎么求啊 是不是 这里面的100个点 有100个预测结果 他有100个真实结果 是不是一个点 每个点相减的平方吧 哎 也就是说 这里面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比如说 外一减去外一撇 就是外一一撇 外一一撇是预测值 外一是真实值 对吧 外一撇是预测值 然后是不是开平方吧 哎 平方 然后加上第2个 样本吧 你一共第2个 100个 我就直接16了 加上100个 对吧 Y 比如说 干100 减去 Y 干100 一撇 对吧 是不是减去他的这样的一个平方 最终这个平方要干嘛 是不是还要把这所有的和求一个平均值吧 哎 这里面要注意到 这个所有的平方和然后除一个100就行了 对 均方误差 是不是就这样去求了 但我们这里面我就可以去使用一些公式去求了吧 对不对 你不用自己说这个要循环便利两个相减对吧 好 那么均方误差这是我们第三步要求的东西 对吧 求出来之后 该干嘛 已经有损失衡量了吗 你这个损失假如说已经叫loose 叫loose 接着 第四步干什么 我们已经把损失求出来 接下来也干嘛 目的也干嘛了 减少损失 你是要去干嘛 是用低度下降去求这个减少损失过程吗 对吧 第四步就是最关键一步 就是低度下降去减少损失的 优化损失的过程对吧 这个过程我们说了不需要你自己写一个比如说你自己去实现一个T2下降算法对吧 这个在T2下降算法当中是有的 那所以你只要去指定学习率就行了 好 指定学习率 这是你要干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步骤是不是就写定好了吧 第一步 我先拿出数据 这个数据可以你自己准备也可以拿到现实生活中的数据 这个数据有多少个特征 那意味着你建模是不是根据你数据去建模的 是不是 你数据有十个特征 那你这里应该是十个权重于每一个样本的三成吗 预测的结果吧 你有一百个特征 你有一百个权重 偏着当然都是一个 然后预测好了 是不是每个样本预测跟它误差一减 求一个损失 接下来用T1度下降去优化 是不是就够了 是不是就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这个过程在CycleLan当中是不是不用管 不用管 他已经把从上到下已经分成好了 建立模型你也不用自己减量 你建立模型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你全程多少个 他已经给你数了 数好了 你只要是什么 Feed Predict 是不是就可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TunceFlow去完成这个任务 当然要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要把每一步我们要实现的时候 要使用哪些API 我该自己怎么实现 是不是要说好吧 好 这个准备数据我们应该没什么API的 要用到对吧 注意了 如果说你要正好准备这样一个数据 是乘以0.7 0.8 那这个0.7相当于也是这样的纯重 你最后优化的这个W 它是不是越偏向于这个0.7 这个B越偏向0.8 是不是越好 对吧 假如我再改一下 比如说这也是1.2 对吧 假如说你原来的数据 是不是稍微是这样一个形状 那你W是不是偏向于1.2是更好的吧 对吧 好 当然你拿到的数据 你是不知道这个0.7 0.8 对吧 它只是优化损失而已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成的话是用什么相成了 是不是矩阵相成 还知道矩阵相成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吗 来 它的这个相成的一个相成 矩阵相成 它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 首先如果你准备X 是不是 你多少个样本吗 每个样本有多少个特征吗 好 那现在 你要得出什么结果 注意到 你现在要得出什么结果 是不是 M个样本吗 是不是M个样本 每个样本对它的一个预测值只有一个吧 注意了你的目标值是不是一个 所以你应该就能定了你的这个W应该是什么形状 是不是一个N 哈 你可以看到你是N个特征 是不是你就N个权重啊 是不是 是不是N个特征 你就应该准备多少个权重啊 N个权重 是不是这样W1乘以X2 W2乘以X2 W3乘以X 这是W1 X1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所以 我们要去完成了 是不是就把这个公式用矩阵实现一下吧 这个地方也不用说你自己变力去实现 你有矩阵这个东西 神器对吧 矩阵这个神器 直接可以去相成 那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 你这个过程就相当于答案5个值 5个值分别与这个相成 这个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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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个结果相加与他比较吧 然后再拿那个5个权重 还是那5个权重 是不是与这几个值相成 相成 相成 相加 再得出一个值与他比较吧 是不是这样 对吧 你得出也是一个值吧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到 我们是矩阵相成 注意到矩阵相成 必须是二维的 然后最后结果 这个结果当然还要加上你的偏执吧 是吧 这个偏执是必须得加上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看一下 第三步我们要用到什么一边呢 这里我们直接说一下就行了 你要求损值 先要求相减的平方 那这 举着预算 我们只要用tf.matmo 只要把你xw传进去 再加上你的偏执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就你要预测结果了 对吧 好 平方 sq 你这里边就可以直接sq error 这是什么呢 两个之间的差值 而说我可以把y1w传进去 对吧 y1-w传 就是你真实值与预测值传进去 相减传进去 就sq 就是平方和了 平方和还不够 还要干嘛呢 求一个平均值 reduce mean 就是对你这个列表里面的所有的值 求一个平均值 能理解吗 这个平方是不是得出每个样本的误差平方 然后 相加的话 他这里要相加求出平均值 这就是平均值 把这里相加求出平均值就行了 这就是API 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API 是什么 t度下降 t度下降是不用我们自己去实现的 tuncel后当中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tf.tring tring是什么意思 训练的意思 这个专门用训练的 gradient descant opomizer 这个就是t度下降优化器 就可以理解 t度下降优化器 gradient 就是t度意思 这个是下降的意思 好 那么这里面有个参数是什么 learning rate 这个学习率是要你自己手动指定一个学习率的 很理解 好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 他有个方法叫minimize 最小优化 干嘛 优化什么 优化损失吧 那所以这一套API是不是已经有了 你是不是第四步的时候是不是叫传学习率传损失 他就优化 返回一个t度下降优化的OP就行了 这个OP拿来干嘛 是不是要运行的 哎 这里面要注意到 所以我们这从上往下这些步骤 能看到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用过这些API呢 去实现一下这样一个陷阱回味 简单的陷阱回味 对吧 好 但这里面呢 这些有什么损失啊 等一下我们再去看 对吧 这损失怎么观察了 还有一点我要注意强调了 这个W和B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你要训练的参数 我们说了训练的参数 他应该是自动的去一步一步的更新吧 是不是会更新啊 哎 更新一步 好 损失是减少多少 对吧 你像损失减少的方向减少一步 然后再来一步 是不是你的WB又要变了 那这个变的过程当中 那凭什么他要变 凭什么他会变 这个X不会变呢 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地方有个叫 变量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个参数叫trim 默认你在定一个变量的时候 它是处的 它是处的 也就是说 你这个变量会随着梯度下降 更新 去梯度下降去优化的时候 每一步的去干嘛 去变化 那所以我们的权重和偏执 你随机处置的话 能随机用张量处置的话吗 不能 你随机处置的话 必须得用变量定义 注意了 这里的参数 只要是你模型的参数 模型的参数 必须用变量定义 必须用变量定义 否则 他是不会去训练的 他不会改这个 因为凭什么我要改你啊 对吧 我把你一步过去改 目的就是为了与这个目标值相近 对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实现一下这样的一个限定回归 好 反说呢 我们现在还是一样 一翻一个 我们定一个这样一个函数叫 比如说 my line 也要 regression 我自己的一个回归 对吧 直接这样吧 my regression 自实现一个限定回归 对吧 自实现一个限定回归 啊 优化 或者预测吧 预测 好 我们这点也反为闹吗 my regression 好 那么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思路来写 第一步干嘛 第二步干嘛 第三步干嘛 第四步干嘛 电话对吧 第一步我们要干嘛 是不是准备数据吧 准备数据 假设说啊 我们现在只考虑简单的情况 对吧 我们的数据 x特征值 特征值 假如说是100个样本 一个特征吧 你也可以10个特征 对吧 那你建立模型 数据就不一样了吧 对吧 10个特征 对吧 好 当然我就一个特征 然后呢 我的y值 是100个值吧 是不是100个值 对吧 这是你的目标值 好 假如说你现在是从别的地方 读取出来 数据100 好 100个样本 10个特征 然后目标值也是100个值 那么你是不是只要把数据读取出来 建立模型就行了吧 你不管这里面参注是什么 是不是 你只要去建立模型 10个权种与他相乘 然后先加 是不是举正一成 加就好了 建立模型 损失计算 然后优化 但是这里 尤其说我们自己准备 对吧 我们还得把这个y值求出来吧 对吧 好 那这个地方 我们是第一步 那我们第一步 假如说x 那我们就不用变量去定 是不是用一个粘量定就行了吧 假设说我们现在准备100个数据一个特征 那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就100个值吧 对吧 那这里 我就随机啊 随机给x个点了 随机给x点 对吧 随机给x点 那tf点 random normal 是不是一个随机值啊 然后呢 我随机给的点呢 比方说你的这个形状 对吧 第一个是形状 100行一列 接着 我要去指定你的平均值 比如说我的平均值是 比如说就班长的平均身高 对吧 1米75 对吧 然后呢 你的翻差左右呢 比如说在0.5 好 这是我们准备的x数据啊 好 我也可以给他取一个内 这个叫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的x data 是我们真实的特征值吧 好 这是特征值啊 但一般你不会自己去准备 对吧 都是读取数据 接下来 我要准备一个外干处吧 外干处 这是你的真实值 真实值 这个真实你可以随机给 但是给的话 如果说这个规律太不明显的话 是不是你看不到这个优化的效果了 你不知道这个优化到底是怎样了 那这里为了我们看到优化效果 我就自己先知道 x跟y之间就是一个简单的乘以0.7加0的妈的关系 可不可以啊 对吧 我就先假设你已经知道这样的关系 对吧 一般肯定是不知道了 那你怎么用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x乘以你的权重加上偏着就行了吧 假如说你这个x 好 那这个地方又要用到矩阵生成了 所以我们要tf点 match more 用x乘以什么呢 那这个0.7怎么给啊 是不是矩阵相成必须是奥违的吧 那所以我们的0.7 注意了 哎 矩阵相成必须是奥违的 所以你的0.7不能传一个值 相成 必须是奥违的 好 那所以再加一个偏制 当然这里你是不 不会去理解成偏制 对吧 比如bios 那这个就是0.8假如0.8啊 这里值你随机给好 现在不管了 你已经把这个数据准备好了 然后假设你已经弯掉0.7 0.8了 假设你已经弯掉0.7 0.8看到这一列两列数据对吧 就像说你看到这两列数据吧 就刚才我们看到这两列 这个数据 好 假设你去现在呢 你拿的就是这两列数据 那你就啊 就这这两列数据 好 现在我要建立模型了 这怎么建立啊 是不是一个权重 一个拼质吧 你就一个特征吗 好 那我就建立一个 第二步 建立 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建立 线性回归模型 好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要首先要确定了 你有几个特征 你的数据有几个特征 一个特征吗 一个特征 所以我们应该只有一个权重吗 所以应该是一个权重 好 那还有当然 偏执必须要的 对吧 一个偏执 好 那这就是我们建立回归模型的 比如说就是y等于 对吧 kx加b 对吧 就这样一个直线 或者w kx加b吧 加b 当然 你在乘的时候 多个数据是必须是x乘w吧 怎么说的 那接着 我就直接建立模型 首先建立模型的时候 是不是要初始化这些参数啊 权重偏制要不要初始化 要吧 你是不是要先指定一个随机的值给他 指定一个随机的值给他 让他从某一个点开始去求损失 然后从这个点开始去优化吧 好 随机 随机初始化 随机给一个权重和偏制的值 让他计算 让他去计算损失 然后优化 然后跟在单前的 在单前状态下优化 比如说在你这个偏差之下优化 对吧 好 那我现在首先准备权重 那我准备权重呢 就w e i g h t weight 就是我们权重 那这一地方我们说了 模型的参数 你必须使用变量的定义吧 因为这个权重 是不是要随着我们不断训练过程当中 是要不断变化的吧 哎 你训练当中这个位置 一步两步 对吧 他是变化的 好 那所以用tf点 variable v a r a b l e 好 这地方我variable 我是不是要先给他一个处置的值啊 那这我就给他随机值了 随机值 我说也可以通过randomal 给他随机处置化吧 这个值你给他随机值 你给他一个1.0 2.0都可以啊 你给他100.0都可以 好 那randomal 好 那我现在呢 传进去的 比如说 他的形状应该是什么样的 明白了吗 他要与x相乘 他必须是一个二维的吧 那他应该是多少个数据啊 是不是一个 那应该就是 一个数据 二维的应该是什么 你只有一个数据啊 对吧 一个权重 那你必须是一个二维的 你是不是就是一含一列吧 这是不是就一个数据啊 他是二维的吧 这个你能记住吗 好 然后 这是我们处置化的这个值对吧 假如说 me呢 就得给他一个 等于0.0吧 让他处置化 不是在 这个nomal写错了啊 nomal 好 然后他的me 等于0.0 对吧 这个std1呢 随便了啊 std1.0啊 这个都珍惜 无所谓 那接着 我要指定个名字 说明这个地方是我的权重吧 对吧 这是我们的权重啊 权重出动化好了 那接着要用变量 来变量 对了 用变量定义 用变量 用变量定义 才能优化吧 才能优化 好 定义变量 bias 是我们的权重 tf点 他就一个值 他也就一个 raa标一 这个值呢 你可以不用 这样的一个二维形状 因为他就是后面一加 你可以用一个一维形状就行了 他每一个 每一个预测结果 是不是加一个值就行了吧 好 那我们这里比如说 就让他出置化成0.0 0.00 然后呢 取个名字 就叫做b 就是偏值 好 现在我们模型的参数 是不是准备好了 那现在是不是要 建立模型预测吧 那 外干predict 假如说是你们预测结果 怎么预测 是不是矩阵相成吧 mattermore 注意了 一定要注意矩阵相成 是在干什么事情啊 是不是就是权重与偏执相成 然后再加 权重与刻针相成 然后再相加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 好 x是我们的特征值吧 w是什么 我们的 什么权重吧 再加上偏执 注意这个地方要用weight 对吧 然后bias 那这个成的过程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再看一下吧 是不是假如说你现在出手是五个成 是不是 这五个选中先与他相成 相加得一个预测结果吧 加偏执得预测结果 是不是就可以做了吧 接下来我们第三步 建立损失函数对吧 损失函数对吧 求损失是什么 军方误差 军方误差 首先我们要求 他们两一一 这有一百个数据吧 这也有一百个预测数据吧 那也就是说一一相减对吧 那我可以说 外干处 外干处减去 减去外干 predict 是不是 应该有一百个结果吧 是不是一两个差值啊 那接着我也干嘛 就是对一百个差值分别求平均值了 就平方了 好 那我就要tf.square对吧 tf.square sqare sqare好 抽 这是不是每个样本的误差的平方啊 然后我们要干嘛 是不是一个列表 然后要对这个列表求和误差平方和 求个和 然后干嘛 求平均值吧 tf.reduce 干 me 这个是求平均值 就是说你这个列表有多少个数 全部相加 相除一个总数 最后 返回这个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就你的损失吧 是不是你这样的话 自己可以求损失了吧 只要有这些比较方便的函数啊 有这些方便的函数就行 好 这就是reduce me 接着 我就简单了 你可以直接干嘛 油画损失了吧 梯度下降 优化损失 优化损失啊 那我们可以通过tf.train.graduant descent automizer吧 好 注意了 这里面是不是要提一个学习率啊 哎 这个地方又涉及到 learning 感rate 这个学习率呢 我们一般怎么取值呢 一般也是一样 跟我们之前的什么群众啊 差不多啊 也是零到一之间取 一般这个学习率啊 是非常小的 当然 也可以取一些打的值 当然这肯定不是不能到一百啊 都是一些个位数的值 比如说二三五七啊 这个随机给的啊 你大多啊 你一般 决定时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取不同的学习率 对你结果会造成什么影响 等一下我们再来调 能理解吗 等一下再调 我们现在随机这个一个 就给一个正常一点的 0.1 2 0.1 学习率制定好之后 是不是你的这个整个气度下降 是不是还得干嘛 是不是去优化吧 因为他这个 优化叫minimize 最小化损失 是不是要去不断的优化这个损失啊 最小化损失 好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路次啊 路次拿过来 好 路次拿过来 我要优化他 对吧 返回一个train.op 好 那接下来 我在这里就可以去通过绘化 开始绘化运行程序了 那这个前面从这里到这个地方 已经定完了 是不是就是一个先进回归的过程 其实也非常简单 对吧 主要是有一些API已经给你封装了吧 对吧 当然我们可以自己去调了 那这个地方不要忘记了 还有一步 忘了是什么 定义一个初始化的 初始化变量的 op 是不是这个东西要初始化吧 这两个东西是不是要初始化 不初化是报错的啊 那我们第一个tf点 我们直接把刚才那个拿过来 这个名字你可以取别的啊 我这里就直接叫你那头皮了 好 初始化 那开启会话 with the tf.session as session sess 好 第一步 初始化变量吧 不要忘了啊 你以后写程序的时候 第一步一定要记住 要初始化变量 第二步 其实什么都不用干 我们先不放到这个后代去看 没有吧 我们先来看直接运行优化op 运行 优化op 好 假如说我现在就干嘛呢 就直接 这个优化op是没有反位置啊 它是没有 出什么变量 初始化变量 我们要运行一下 initop 好 这里我要运行什么呢 运行trainop了 好 观察 运行trainop 我先在运行trainop之后 之前呢 我打印一下 什么呢 我打印一下 我随机初始化的全程和偏制是什么 对吧 我随机初始化的全程和偏制 到最后变成什么样 是不是要观察一下 打印随机 打印随机 初始化 最先初始化的 画的变量 全程和偏制 好 那我就打印一下 print一下 对吧 随机初始化 初始化的参数 全程和偏 然后呢 这里把分号f 然后呢 偏制为 当然我们这里 只有一个特征 所以你全程只有一个吧 对吧 你可以多个特征的话 就可以多个了 好 我们把分号 然后呢 注意了 我是把位的拿过来吧 为他 注意了 这是为的 还是为他 点evo 或者run 为他 为的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op吧 你op要得到结果 必须点运行吧 所以这地方也是坑啊 你一定要是运行的结果 否则 他这肯定就要报错了 对吧 好 你带着你可以run 你也可以evo evo翻遍 对吧 你就evo 然后呢 bios 点evo 能理解吧 这过程为什么是evo 因为为的是一个op吧 你的op是没有结果的 只有一个类 对吧 这个类肯定不是f类型的 对吧 不是float类型 好 运行一次之后 注意了 我运行一次之后 我看一下 再打一次 对啊 我再打一下 我先呢 就直接 优化吧 优化 参数为多少 好 现在我们就定义好了 这样一个程序了 对吧 那我们先运行一下 看一下 这是我们随机出售的局吧 bios 我们是不是给0.0的吧 然后 这个是随机的 负0.49 它正好生成一个负0.49 然后看一下第一步更新 怎么变的 权重变成什么 0.51 偏制变成什么 0.56 那现在你拿某个x 乘以0.5 加上0.56 等于这结果 是不是与你真实结果 是不是还是有差的 是不是有差的 因为你的目 是不是0.7 0.8最好吧 当然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前提下 知道前提下 如果不知道 你肯定是不断去训练 那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个训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吧 是不是不是一次性 比如说就跟我们看到这张多难度 对吧 这已经给了看无数遍了 就这样 对吧 一次也可能到这个地方了 那你要去达到一个最终的结果 是不是要循环去训练 好 所以我们这就可以循环去运行 对吧 好 那接着我们要干嘛呢 循环 对吧 循环 也就是说你训练这个结果是跟你的什么学习率 还有部署是相关的 好 现在假如说100步 假如说100步 在这里训练训练成100步了 然后呢 把每次训练结果打印出来 然后呢 这是第百分号 第四这个优化的参数权重为 那么这里再加一个i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好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从0到99次吧 哎 看一下这个值怎么变了 是不是一开始出的话 这两个值 对吧 然后 是不是第一次跟着这个值 第二次跟着这值 哎 这值是不是不断的变化了吧 是不断变化了 它的目的是干嘛 是不是靠近 什么0.7 0.8最好吧 但我们是已知0.7 0.8 所以我们知道 它靠近0.7 0.8最好 但是100步有没有训练完成 没有 所以你还得干嘛 还得加加 对吧 比如说你再加200步 好 这是200步的之后结果 还是不行吧 也差不多了 0.70几了 对吧 0.79 是不是差0.8了吧 好 那我们先下课 先讲到这 先休息一下